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对农民的生活的困图应该有所避退才对 我们所提出来的老农津贴加一千元的法案 国民党到现在还刻意的拖延 那么到今天没有办法进行法案的协商 眼看着这个会期就要结束了 我要提醒马总统 照顾农民也是政府的责任 看看立法院的协商记录 今年九月 民进党提案老农津贴增加一千元 当时在程序委员会就遭到国民党阻挡 中途历经一次的程序委员会 和第二次及第五次院会 直到上个月二十八号 政院版老农津贴才竞付二读 但这个月初 民进党团邀及国民党 共同召集协商 却遭到拒绝 立委不禁要问 难道说好的津贴加码 都是给吗 三百一十六块也是呼隆的吗 不然你为什么迟迟不愿意协商 不愿意让这个真正的案子 能够让大家来讨论 等所有的版本一起进来 绝对不是技术拖延 你们可以查议事的记录 11月15日就所有的版本都能够到位 六位只能期待国民党团 至少在一个月的协商期内 拿出诚意 别让农民的期待又落空 赛新闻就说我们黄大峰采访报道 而三只小猪的风潮 民进党蔡英文